中国和新加坡互免签证新闻发布后 马蜂窝站内新加坡顺时热度高涨350% 新加坡春节上涨187% 本次消息发布后 也有不少春节未定出行计划的游客 将新加坡列入了春节旅行目标 而将新加坡连同此前刚宣布免签的马来西亚一同游玩 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 在消息公布之后 新加坡机票酒店的搜索量大幅增长 其中新加坡酒店的搜索量相较于发布前增长了四倍 仍然在持续的增长中 目前新加坡仍然有不少高档的豪华型酒店价格在千元以内